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窃听风暴 这部最近要重新上映的窃听风暴 是德国导演杜能斯马克的作品 在2006年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在我的印象中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 去注意到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这个奖项的 才发现天哪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 怎么会这么的好看 这部窃听风暴也一直还在imdv的影史前100名的 最近因为要重新上映了 所以我又在电影院里面看了一次 我还是感觉到惊为天人的好看 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剧本 加上一群非常出色的演员们 尤其是饰演男主角的乌里尔西姆埃 在他镜头上极度收敛的表情里 藏了大量的情绪起伏 故事在讲前东德的国家情报局监控人民的故事 在相信国家体制底下的人民被迫失去人性 又如何找回人性 时空背景在柏林围墙倒塌前五年的东德 那是一个人民被监控 只要说错话做错事就可能会被抓去问话的时代 这个故事可怕的地方 不是在于国家机器的力量有多厉害 而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造成了多少人与人之间的悲剧 强迫民众为求自保出卖彼此 甚至是最亲爱的家人 而这个故事最好看的地方 也是我们在遗憾发生之后 在悲剧成为历史之后 怎么去修补 怎么让伤口升华 让故事传递出去 我非常推荐这部即将要重新上映的 窃听风暴给大家 特别是喜欢这类型转型正义的故事的你去欣赏 果然有分达 round 有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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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sibility